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力传动系统的成熟技术相结合 合作成果的首批车款将于2021年底揭晓 凭借Polaris的规模和覆盖广泛的产品阵容 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成为Zero公司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合作 根据这份为期十年的独家协议 Polaris将有权限使用Zero的电力动力总成技术 及其到目前为止开发的所有硬件和软件 来进行针对电动越野机车和雪地机车两个专项领域的研发 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设计制造和发展电动机车 并作为唯一将全线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的公司 Zero Motocycle是机车电动化领域的绝对领导者 而这一横竖广播关系将使Polaris拥有其超过14年的 无与伦比的经验和知识产权 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对Zero品牌到目前为止 全新发布的2021年车款 一起简单了解一下电动机车发展至今的代表性成果 首先来看Zero与Diz联手打造的限量车款 2021 Zero SRS DizX 这款基于Zero SRF车型 联合世界顶尖限量车款厂商DizX Machina 经由其联合创始人兼美国地区机车总监 Michael Wooley-Wallaway全程亲力设计手工打造 脉型上选择了走新复古路线的DizX 同时也整合了市面上最顶尖的技术和套件 例如它只有三个拼装部分 而仅仅通过四个螺栓就整合在一起的精美整流罩 就是特别借助洛克希德马甸公司航空工程师的协助完成的 其材质更是采用了号称目前人类所拥有的 最轻盈最坚固的蜂窝式碳纤维网 交由Taylor Made Racing的Paul Taylor亲自制作 在使骑程姿势变得更舒适的同时 神似慢导或早期Datona车型的设计 最终反而比原车的仿赛设计更具效率 继续顺着外观来看 艺术家格伦在零重力下手工吹着的挡风玻璃 Sanderman公司制造的坐垫和邮箱垫 采用了两款美国高压垫通用警示符号 目的是强调它强大动力驱动的特殊身份 而仿照宝石接近赛的订风翼 不仅增加了强烈的视觉效果 同时也为高速行驶的情况 提供了强大稳定的附加下压力 再来看同样为外观天才的细节配置 顶尖英国品牌D-MAG提供的全碳纤维轮框 贝南利提供的红恶魔三代轮胎 瘦专门为这款车 清理独家打造的一套特制避震系统 制动系统则是采用西班牙顶尖G-1品牌 这里值得一提的亮点就是 为了更凸显ZERO电动机车 无理和无齿轮的革命性变革 乌里甚至通过采用G-1 左手拇指点杀后制动系统 从而彻底解放了左右脚踏 以至于全车唯一还保留的突出结构 可能就是右手的前制动拉杆了 电控方面 This X有顶尖Bosch MSC电脑 统一整合所有机械电子辅助 ABS 循机系统 牵引力控制 扭力控制 乃至赛道用车配备的六轴动态控制 再加上ZERO更趋成熟强大的Cypher 3系统 来统筹协调 这款定制机车甚至继承了 骑行模式切换 自定义 定速巡航 加热手把 实时骑行数据显示 骑程数据统计 远程定位 远程充电控制等等强大的功能 将于2021年2月正式开启订购发售的 这款ZERO SRS DX X 基础售价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是它一经发布 就在车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看似是又一件奢华精致的工艺品 其实更有象征意义的是 它真正宣示了 机车市场在未来不可逆转的电动化趋势 接着来看ZERO X这款车的市售量产原型 ZERO SRS 以及它的双升街车车款SRI 在动力上一直处于电动机车顶尖水准的ZERO 在整车设计造型和机械整合方面 始终面临不少的冷嘲热讽 甚至于诟病 但这同时也可能就是 一直在不断驱使它们进步的动力之一 体现在这款2021 SRS 上 最直接的就是针对骑乘反馈的不断升级 更低的脚踏 有握把 更宽大的座椅 相信将会带来更舒适的骑乘体验 动力方面采用了旗下最高下的电池型号 GF 14.4L电池 以及专利铝制热传导箱 搭配上ZERO原创选配 PowerTank技术时 将会为机车提供理论上 最高可达321公里的续航能力 而 GeForce 7510型发动机 搭配同样是行业顶尖的泳磁无刷带动式空冷技术 将能在5000转时提供最高190纽的扭矩 110匹马力 以及82千瓦的功率 尾速则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最重要的充电部分 预载的智能快充系统 为369 12千瓦的不同电源 分别预设了最佳适配方案 其中的最优充电模式 可保证在短短一小时之内 就能够充满惊人的95%电池容量 整体充电效率比之前的版本提高了足足6倍 同样的Boss MSC电脑 全新升级的Cypher 3操作系统 搭配大式门块和5寸TFT全彩液晶显示屏幕 尽管是市售量产车型 但这款SRS的电控电子辅助 同样可以用军火库来形容 而对于旗下中间几具的SR 以及入门几具的S两款车型 更为轻盈的车体 也同样装载了不俗的配置 同为Boss品牌的第九代处理电脑 与旗舰车款同等级的碳纤维皮带传动 以及贯穿ZERO全系列的瘦瓦倒立式前叉 单枪后悬吊 及互换制动系统 以及被耐力二代红络魔轮胎 而发动机与电池的型号 则是相应的下调的功率与容量 但如果搭载选配电池套件 快速充电的效能 则会与旗舰车款同样出色 类似的降接配置策略 也同样应用在FXS与FX两款临到车款上面 外形乍看起来非常类似的这两款车 可以比较直观地 通过不同轮胎的搭配来进行区分 搭配被耐力蝎子 Scorpion MT90类巧克力胎的 是更胜任复杂临路环境的传统滑胎车 而搭载与上面几款车相同的 二代红恶魔轮胎的 则是在欧美市场备受欢迎 更适用于城区道路的车款 除去轴距 坐高 以及前悬吊充程的些许不同外 两款车的差别并不算很明显 在这个细分市场 不得不提到的一点就是 相距于其他类别追求的高功率或高马力 这个领域其实更强调的 是引擎与动力输出的爆发力 再加上近年来 其不断从高不可攀的极限运动定位 像更亲民的玩乐性质的靠拢 以及传统大单纲 难以回避的环保版本 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个类别 成了电动机车最被看好的市场之一 开头提到的Zero 与Polaris的合作达成 就是强有力的佐证 接下来要介绍的 就是电动机车不被看好 号称热力学动力机车 最后的堡垒之一的 长途多功能车款 在这个类别 Zero旗下的DS DSR 以及全新推出的DSR Black Forest的版本 都带来了可圈可点的表现 最高配备下 最快三小时充满的电池 在空载理想条件 能提供高达328公里的运转 这不得不说 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不过 结合电池电控的先天特质 和短时间并不乐观的 野外电站普及进度 以及长途穿越路线的特殊性 这样的综合效果 还不能使其做到脱颖而出 更不用说 考虑更具挑战性的道路状况 极端驾驶操控需要 就连双离合DCT 都还尚处在磨合阶段 类似Zero技术 无离合式电力动力输出的车款 目前不得不说 仍旧是比较尴尬的一种存在 综合来看 Zero Motocycle的电动机车 值得被肯定的地方 当然不胜美举 十多年来可观的市场表现 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这还不够 那一众传统机车品牌 相继在电动领域的跟进动作 则绝对是切实的侧面佐证 再结合目前情况来看 尽管包括我本人在内 很多人仍旧不甘心面对 但相信也是难以反转的 机车市场电动化趋势 如果运营得当 Zero未来的发展 必将不可限量 但是也不得不说 我们仍旧可以看到 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毕竟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 历经将近三个世纪的发展 只用目前的设计走向来说 这里存在的问题 绝不是一些专利原创 特制定制就可以解决的 当然 如果随着新技术 新材料的突破性发现 或是别具一格的设计创新 电动机车 弯道超车的可能 也不是不可期待 最后分享非常有趣的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换个角度去思考过 这一次的电动浪潮 从最早的电动平衡车 滑板车 无人机 到后来的电动脚踏车 电动骑机车 与面对其他产品的 欣欣然相比 为什么二轮的电动化 会有如此明显可感的抵抗 和更多业界的不看好呢 这里就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论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这里是PH7 我们下次见